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撒尿 这么说 我们喝的剩水都是他的尿 我操你大爷 这太噁心了 你吃大乳 我差点也喝了 四哥 你也死定了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受到过这等羞辱 拔了他的皮 拔皮都是青的 我要把这狗腰搓骨扬灰 这是 帝君的头颅在发光 这才是真正的帝君在觉醒 帝君被这狗腰激怒 要觉醒啊 不该 一旦帝君觉醒 这狗腰要被帝君打得魂飞魄散 这家伙终于有动静了 不在你头顶撒尿 你就装死是吧 我们也别闲着 先说是这小子 小子 把宝贝还给我们 我问你 你是不是和这狗腰一伙的 诸位 一马归一马 我小弟怎么可能和那只大胆狗腰是一伙的 不错 我和那狗爷就是一伙的 那 你们也听到了 他和那狗腰不是 小子 你说啥 一伙的 你疯了吧 小张 简直没把我等放在眼里 小子 你绝对是惹大事闯大祸的料 狗爷我越来越欣赏你了 我就当你在夸我 这是刚才得到的宝贝 没什么用 送给你了 这个气息 是超越圣气的存在 这是之前箱子的宝贝 没想到提前被这狗腰得到了 大哥也想要这宝贝 实不相瞒 我此次来进入黑暗地城 就是为了这个宝贝 兄弟 你是想送 没事 我就是问问 这大家伙 又没动静了 杀了他们 先使帝君杀了这狗腰 慢着 你这狗腰想求饶也晚了 细说我等 侮辱帝君 你必死无疑 你狗子们 狗爷我要开大了 小心 这狗腰的气息不俗 别被他的大招伤到 这 这是你娘的 这就是你所谓的开大 我是被惊到了 说好了 这次看你醒不行 见过胆子大的 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狗胆包天吧 疯子 我果然没猜错 不过 这大家伙看着有些面熟啊 已经彻底结醒了 拜见帝君 龙原古国皇子 龙十三 拜见帝君 黑暗地城最后一次开启 传说中的大纪元终于来了吗 别瞅着 瞅你咋的 狗爷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龙十不堪忠 守之作死 我杀了你 快快跪下 不要和这狗腰站一起 快 走走你也会被连累啊 无名狗腰 女子莫犯用 让我从沉睡中醒来 文君现在很愤怒 你愤怒个爸爸 醒了就醒了 咋啦 还有起床器啊 这狗腰真是在疯狂的作死 这可是云古传说中的存在 我情人不懂得敬畏 你开死 瞧啊 这是我出大渊以来 遇到过的最强大存在 你死 我没表现了 替帝君杀了真一人一狗 帝君肯定自负于我们 黑暗地君 寻见宗帝里杀了他们 笑死了 黑 黑暗地君 我说错什么了吗 最后现听见黑子 这 黑暗地君最讨厌听见黑子 这就有意思了 你们这些人 明硕小之柔矣 且敢与此挑衅伟大的存在 统统该死 完了 帝君被气得迁怒于我等了 就你也配叫伟大 你如果是伟大 那狗也有啊 是伟大他大爷 你 其杀我也 都回你吧 帝君饶命 和我们无关啊 是这狗羊嘴剑 你撕了他的嘴 我们对你无比敬重啊 兄弟 我求你 你能不能让这狗羊 闭嘴 这样下去 大家都得死 大哥不慌 我来劝劝他 这就对了 赶紧劝 别不知天高地厚 我们是来让帝君赐福的 不是赐死的 黑暗地君 火大哥让我劝劝你 你最好住手 别不知道天高地厚 不是 你劝谁啊 让你劝狗羊 谁让你劝帝君的 你必有许死之道 我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叫 刘黑子 所以不愿意听到这个黑子 就是因为刘黑子这个名字 其实 方圆白铁的所有的生物 都要是逼你而防 我猜对了 这黑暗地君 果然叫刘黑子 那就问了 完了完了 痛了天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原来这大家伙 叫刘黑子 有点儿熟 明日 大哥 上 别叫大哥 我再也不敢当你大哥了 从现在开始 你是我大哥 不哭 大哥我为你摆平流黑子 吹牛逼 也没有你这么吹的 去 这是 紫衣姑娘的气息 小黑子 拜见紫衣姑娘 这